快以生活 尽收眼底 Roger的照片故事 大家好 又到了照片故事的时间了 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照片大集看得很明显 这就是涂鸦墙 其实我们的周遭有很多的墙面 会被某些人街头艺术家也好 他拿来用他的漆去这样做喷漆 然后去做涂鸦 其实从艺术的角度上来去看 其实有一些涂鸦 它还真的蛮厉害的 对 它可以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 有的是几十分钟之内 它可以完成一副大作 让你看得非常的amazing 然后让你很惊叹 可是其实大部分的涂鸦 应该都是没有接受到 所有权人的同意 不管它是公共建物 桥梁 桥墩 墙面 那也有的涂鸦客会觉得说 这样才叫做涂鸦 真的给它一个原地的时候 那不叫涂鸦 那当然这是一种看法 那你看这个是另外一个地方 这是西门町 右边这个只有一个废弃的大楼 那我偶尔都会去一下看一下 发现它常常在换 所以可能过两天又不一样的一副 那虽然它是个废弃大楼 它也就变成一些这些爱好者的一个原地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应该在西门町的电影公园里面 它用这个铁皮屋 它也是做了一些涂鸦 用这个铝箔罐 那做了一支应该是库斯拉吧 等等这样子的东西 甚至连这个银水台 都被大江南海涂鸦了 我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其实我很认真在那边等很久 我发现没有人敢去那边喝水 所以到底这个涂鸦艺术 是让你变成是一种发泄 或一种表达 还是你会影响到这个原物件的这个美意 其实是可以值得大家来深思 来考虑一下的 这也是另外一个角落 不过我通常都是用艺术的心态去看这件事 只要这个地方它是属于不要去影响的话 我觉得是在你表达你的意见之余 你要尊重那个的所有权 如果这一块空地是 这个墙面本来就是 释放出来给大家这样去画 去做这当然是可以 但是有一些私有的 有一些个人的这东西的用地的时候 尽量我觉得艺术从事者 还是不要去影响他们来好 那接着呢 就要达到今天的这一张 最后一张 这其实是一个中华电信的电信箱 然后他上面就喷了几个佛陀的头 然后用蓝用红 这个看得出来应该就是割了一些这个纸 然后用喷漆的方式去这样去做这样的彩绘 那其实呢 我为什么拿把这张当最后一张 我记得我在念那个美术研究所的时候 我有一个老师我非常的喜爱 那个老师他就举了一个作品 那个作品就是我们有一位艺术的老师 他很喜欢用佛像作为他的创作 那他有一次就做了一个佛像的佛头 然后在一个寺院的外面做展览 公司外面做展览 那都已经谈好了 结果他展览的第一天就被抗议 那第二天就要撤 为什么他把佛头反过来 立 那他觉得这是一种创新 就是这种一种另类的表述 结果我就把这个案子 这个case 这个案跟我那个老师去询问 我那个老师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其实艺术创作 其实是在反映这个艺术家内心的思考 或者他一些反社会 或者他一些思想 透过艺术这种语言去表达 可是因为艺术的表达有千万种 可是他不会 我那个老师不会这样这样做这个作品 不会做这种类似的作品 他说因为很简单 既然艺术的表达方式有千万种 你何必挑一种是会伤某一群人的心的方式 去表达你自己想表达的呢 这个其实在涂鸦艺术上来讲 我看起来也是一样的 你既然是用涂鸦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思考 你的想法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有一些涂鸦真的画得很美 可是你何必 你一定要选择是一些是不被允许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人家私有的地方 并不欢迎你来的地方 你去借由他的那一个墙面去这样做的设计 这也是在我们一般欣赏这个涂鸦艺术的过程中 也希望很多画系好涂鸦艺术的人 我们在自己在做抒发自己意见的时候 不要再让自己的意见去践踏到别人的权利 我相信这也是一种感恩 也是一种尊重 也是一种让你能够合理 让更多人去理解你作品的一个很好的管道 那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几张 这个街头涂鸦的照片 那欢迎大家下次再继续看我们的照片故事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